创世纪第五十章 约瑟浮在他父亲的脸上 为他哀哭 与他亲嘴 约瑟吩咐禅仆中做医生的 用香料包裂了他的父亲 他们就用香料包裂了以色列 这事足足费了四十天 因为用香料包裂尸体 是需要这样长的时间 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 约瑟就对法老家里的人说 我若在你们面前得蒙喜悦 请你们代我禀告法老说 我父亲曾经叫我起誓 说 看啊 我快要死了 你要把我埋葬在迦南地 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现在 求你让我上去 埋葬我的父亲 之后我必定回来 法老说 你可以上去 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 把他埋葬 于是 约瑟上去埋葬他的父亲 与他一同上去的 有法老所有的臣仆 法老家中的长老 和埃及地所有的长老 还有约瑟的全家 他的兄弟们和他父亲的家人 他们把孩子和牛羊留在戈山地 又有车辆和马兵与他一同上去 成了一大队行列 他们到了约旦河东岸的雅达河场 就在那里大大的哀悼痛哭 约瑟为他父亲举哀七天 住在那地的迦南人 看见了雅达河场的哀悼 就说 这是埃及人一场非常伤痛的哀悼 因此 在约旦河东岸的那地方 名叫雅伯麦西 雅各的众子 就照着父亲嘱咐他们的去坐 把雅各运到迦南地 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那地方在曼利的前面 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 买下来做坟地的 约瑟埋葬了他父亲以后 就和他的众兄弟 以及所有与他一同上去 埋葬他父亲的人 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 看见父亲死了 就说 或者约瑟仍然会怀恨我们 要报复我们从前 向他所做的一切恶事 他们就打发人 到约瑟那里说 你父亲为死以前 曾经嘱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 从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 神之仆人的过犯 约瑟听见这话 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 俯伏在他面前说 看啊 我们是你的奴仆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怎能代替神呢 从前 你们有意要害我 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 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 约瑟用仁慈的话 安慰他们 约瑟和他父亲的家人 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110岁 约瑟见到以法连的第三代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 马吉的重子 也归在约瑟的膝下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快要死了 但神必定眷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到他 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之地去 约瑟又叫以色列的子孙 启示说 神必定眷顾你们 那时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 带上去应许之地 约瑟死了 享受110岁 人用香料把它包裂了 放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